手游酷玩 我来到了这个101上会中心 然后刘志勇 这个名啊 这是邓志勇啊 这个不好意思啊 这个邓志勇啊 告诉我们科技协会原本是在 就是原本的人员是在大陆各个地方 然后大家的家园都被毁了之后 也就是符合101 这个名字后这个游戏的背景 他们是写的这个末世题材下的这个生存的游戏 所以说建了101之后呢 这个科技会就再次给大家召集起来了 然后由于来 大家都来自于世界各地 然后也是由于家园被毁 所以说每个人都非常难受 但是其中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叫海武德还武海德 我没记住啊 就这么一个人 他经常就是在喝醉的时候会 谈到自己思念家乡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给周围的人 大家很大的就这个犀利的障碍 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啊 所以说比较难受 然后这地方他邓志勇啊 就选择把他的酒藏起来 就不让他天天喝酒 然后这位置呢 也是托我们跑腿啊 就让他在外头喝完再回来 不是 我现在就要问一个 2019年了 这个电话手机啥 白买的 能不能用一用 不是你这有点过分了 你们飞机都有 然后电话没有 天天我跑来跑去的 怎么跑腿的 这不给个前五的 就给点经验 然后就像我 这朝三朝四 朝九晚五 天天跑来跑去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还没有办法 这个 还是得得要人要混呢 所以说这个 有的事情吧 就不好明说 还是得办啊 这个来到秋日森林 准备去找这个人啊 这个叫海德 海德 说错了 这个去找他 但是 人物坐到这儿呢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他跟这个老头 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老头说 海德是他的老师 但是我曾经做那个 叫活动的时候 见过海德 海德是一个年轻人啊 这个 这个文道有限后 书业有专攻啊 可能 这个他们对于 这个老师的界限 也不是那么太大的明显啊 就是比如说 现在一样 我叫一个 就是比我年纪小的人 叫老师 我感觉挺别扭的 但也不太一定啊 这个 这位置也就是秋日森林啊 再一次回到这个老地方 现在我已经不在这儿晃悠了 我也是选择去圆形城 这种地方比较多 因为这地方能够提供的熟练度和这个经验已经非常少了 这个熟练度的问题呢 还是需要抓紧解决 他给我提供熟练度太少 导致我已经不能在这地方长期耗着了 因为会比较耽误这种游戏节奏 大家可能玩到后期的时候 也会选择在不同的城市 就比如说你一个图刷到一定程度 你就不能再去刷了一样 秋日森林作为一个信用副本呢 其实 它本身占据两个有势 第一点安全性比较稳定 第二点就是物资比较丰富 但是远京城就是可以接的任务比较多 然后战斗熟练度 由于怪的等级比较高 所以说战斗给的熟练度也比较多 那这地方我们也是找到它了 这个就稍微跟他说一下就行 这个位置 它还没有家 它是孤儿 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 行 你自己来着嚼劲吧 这个我就不管了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带游戏呢 依然是这个名字之后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使用酷玩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